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苗飞食屋,我是飞哥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是春天,春暖花开 所以我们乡村的南瓜花,现在开得特别的茂盛 现在正是吃瓜花瓜苗的季节 今天和大家分享酿瓜花 现在的猪肉也是比较便宜 这么一大块肉也就十几块钱 今天我们就用5块钱左右的前腿梅花肉来做就可以了 这种肉有肥有瘦,特别的嫩滑 吃起来一点都不柴 我们先把这块肉给它清洗干净 一半的肉,一半的豆腐 大家在买豆腐的时候最好是买那种煮出来的豆腐 这种豆腐吃起来特别的香 我们先把清洗好的肉给它改到这种小块 切好了以后放到一个六里机里面 用六里机把它打成肉末 如果大家不想用六里机也可以用刀来剁 打得差不多就可以了,把它打成肉末就可以 千万不要把它打成肉泥 接下来我们再把洗好的豆腐也放到六里机里面去 即使豆腐也可以不打的 直接搅拌就可以了 但是我这个人比较懒 还是放到六里机里面去稍微打几下 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一个大一点的容器里面 我们准备一点嫩浆 用刀给它拍打一下 然后再把它剁碎 这一步大家可以剁得稍微细腻一些 再准备一小把小葱 把它切成葱花 两者切好了以后也一同把它放到肉末里面去 接下来开始调味加一点盐,糖,鸡精,白胡椒粉,多一点的生抽 再放点蚝油 滴上几滴芝麻香油给它增香 先用筷子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如果大家想要颜色深一点的话可以加一点老抽 调一下颜色 继续用筷子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玉米淀粉可以稍微加多一点 大概10-15克左右 如果大家实在觉得用筷子搅拌都没有那么均匀的话 也可以用手来搅拌 和我一样 一边搅拌一边摔打 尽量把肉馅把它搅打上浆 这一步大家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大概摔打个五六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了,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锅花现在直接吃还是不行的 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下 外面的花饿我们就不要了 还有花心我们也要把它挖出来 最主要的就是花饼上面的这种皮 这种皮一定要剥好一点 否则是咬不动的 很多人就问了 把瓜花拿来吃了 哪来的瓜 其实拿来吃的瓜花都是崇性瓜花 瓜花分为两种 一种是崇性的 一种是磁性的 我们把瓜饼给它留那么一截就可以了 通过一个小时的奋斗 我们终于把瓜花给它剥好皮了 现在的这些都是可以吃的 大家可以拿来炒 可以拿来煮汤 都是可以的 这种非常的清甜 特别的好吃 即使大家不拿来吃 它也会卸掉的 接下来就是酿 我们把打好的幼馅把它酿到瓜花里面去 酿瓜花其实很简单的 只要把幼馅做好了 直接把勺子塞进去就可以了 很简单 用手指稍微捏一捏 我们这个瓜花就酿好了 比包饺子要简单多了 这把瓜花就三块钱 我们可以做三个菜 也非常的实惠 第一道菜 另外我们把蒸好的瓜花 把它均匀的摆入盘中 锅里面烧水 水开了以后放上一个蒸架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摆好的瓜花 上锅蒸 盖上盖子 大火蒸7分钟 剩下的瓜花还蛮多的 我们还可以再做两道菜 准备有低筋面粉90克 糯米粉30克 玉米淀粉30克 层面30克 泡打粉0.5克 吉士粉10克 食用油80克 啤酒120克 蛋清40克 把所有的粉类 把它放到一个大一点的容器里面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平时我们在酒店里面调的脆皮糊 就是这么做出来的了 接着再放入啤酒和蛋清 先用筷子把它搅拌搅拌 如果觉得太稠了 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 加一点就可以了 加多了会太稀 把它搅拌至琉璃状 5颗粒就可以了 最后一步 再放入食用油 要用筷子 把食用油和脆皮糊 充分的让它融合在一起 好 脆皮糊我们调好了 先放一边备用 这边的瓜花 我们已经蒸了7分钟 已经完全熟透了 看上去还是蛮漂亮的 蛮有食欲的 我们把蒸汁水把它倒进锅里 我们用蒸汁水 来给它打一个芡 加一点盐和鸡汁 没有鸡汁的同学呢 可以用鸡精来带地 水煮开了 关火再打芡 大家开大火打芡 打出来的芡是不漂亮的 把它打得稍微浓稠一点就可以了 像现在这样就可以 然后在上面再放一点食用油 后面这一步放油的目的呢 就是使芡汁看起来更加的光亮 然后再把调好的芡汁 均匀的淋在瓜花上 这道菜呢咱们就做好了 这道釀瓜花呢 在我们广西这边还是蛮出名的 里面有葷有树 吃起来一点的不腻 大家在做馅的时候不能放纯肉 否则会吃起来太腻 好了 这第二道菜呢 我们来炸瓜花 锅烧宽油 在油温还没上来之前呢 我们先给瓜花 挂上一层脆皮糊 这瓜花还是很好挂糊的 用筷子给它转一圈就可以了 大家在做这一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哦 千万不要让的脱线了 大家在测试油温够不够的时候 可以滴上几滴脆皮糊 脆皮糊滴进去迅速浮起来的时候 就说明油温已经够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入瓜花 大家要一个一个的下锅 以免粘连在一起 油温够的时候 它会迅速地浮上来的 这种瓜花底气挺大 一锅是炸不完的 等到浮起来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迅速地先把它捞出来 然后再下入极大的瓜花来炸 等到所有的瓜花都浮起来的时候 再把刚才捞出来的 放进去一起炸 大家在炸这个瓜花的时候 还是需要有一点耐心 因为里面酿了虚肉 先用中小火来紧炸5分钟 然后再用大火来炸个2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等到瓜花金黄酥脆 并且熟透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其实这道菜非常好吃的 小孩特别喜欢 总比你去耿德卖里面 买的这些什么薯条 好吃多了 而且在家里面做 价格也不贵 几块钱就可以做一道菜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尝试一下 外酥里嫩特别好吃 这最后一道菜就很简单了 锅里面烧水 加入几片姜 一些米酒 等到水开了以后再下入瓜花 大概煮个5-7分钟左右就可以 调味加一点盐 其他的就可以不用加了 这个瓜花很清甜的 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 瓜花不但好吃 而且它营养比较丰富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